童修呢他想改他的名字 然后呢他就晚上求菩萨 然后由菩萨给他点发 他起了三个名字 然后呢 然后有一个名字叫恩西 恩就是感恩的恩 西就是康西的西 然后这个名字呢就出现 上面名字上面有两个两只缝枣在上面 有想问师父 这个是不是这个 恩西这个名字好用吗 从道理上来讲 从道理上来讲 你明白吗 从道理上来讲 他其实是可以这个用的 因为虽然有些古啊 但是还是可以用的 好的 然后呢 这个童修还问一个问题 他说因为呢 他妈妈也在修我们心理款 修得非常好 他爸爸呢不修 然后呢 他早夜劝止不了 他想改他妈妈的姓 就像用这个犯这个新的名字 叫恩西 想加上他妈妈的姓 他问教师父吗 可以吗 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啦 是梦中人家跟他讲的 对就梦中他求菩萨 然后菩萨呢 就做梦梦到了 给他的 给他的 咱们现在有两个红枣在上面 就这样问师父 这个红枣就代表 能用 这个名字就好用 实际上是 实际上 给他两个红枣的话 就是可以用的呀 对就应该好用的是吧 双果呀 说双果呀 红枣也是果呀 对对对 那师父 他说他想改他妈的姓 因为他爸不姓 我们心里反省 他妈姓 姓得蛮好 因为他爸呢 还在造业 因为劝止不了 他就想把 他的姓 因为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跟菩萨讲 跟菩萨讲就好了 好 那我叫他听开事 好 感恩师父